哈喽大家好,我是楚儿 最近有一个大兄弟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说楚儿啊,我好像喜欢上了我兄弟 刚开始听的时候啊,真的是吓了我一大跳 我记得我这朋友是直的呀 他怎么说完就完了呢 后来呀,我才知道 原来这哥们是喜欢上了一个和他称兄道弟多年的姑娘 这种情况呢,还真的是不少见 兜兜转转,寻寻觅觅 结果发现啊,自己对身边的这个好兄弟有一点动心 有些大兄弟呢,是刚认识这个女生的时候就有一些感觉 但是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再继续发展下去 然后慢慢的发现他越来越好 你们在一起呢,你也非常开心 你觉得身边的女生都比不上他 他成了你心里的No.1 你想和他在一起,你就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吧 但是啊,通常这种情况之下呢 很多大兄弟都会纠结不已 俩了这么多年也是拿我当朋友的吧 那我这样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呀 他要是知道我喜欢他,我们会不会连朋友都做不了 别着急呀,这不是有储儿我的吗 今天啊,咱们就来说一说 怎么才能巧妙地把朋友变成女朋友 第一个就是了解他的情感空窗期 感情啊,是两个人的事 你即便是你想开启 也得看看女生的状态嘛,对吧 如果他是刚分手 因为孤独,想要找一个人陪伴 甚至是有点恨嫁的感觉 比如经常说 我一个人好孤独呀,好想找个人陪我 我必须找一个人赶快忘记他 这种情况,我劝你 还是算了 为什么呢 一是他现在状态不好 并不适合发展一段新感情 所以你也暂时没有必要破坏你们的友谊 二是为了避免对方在情感空虚的时候 对你产生依赖 把你发展成情感垃圾桶 那如果他告诉你 最近有人追我 但是我对他并不是特别有感觉 我现在也蛮想谈恋爱的 但是感觉身边也没有很合适的人 女生如果是这种吐槽的语气 也没有显示出很负能量的状态 并且还对找男朋友有一点小期待 那其实是可以继续向下发展的 第二个就是多创造见面机会 心理学生有一个熟悉定律 意思就是说 我们见到某个人的次数越多 就越觉得这个人招你喜欢 所以要想升级关系 还得多刷刷存在感 比如你不开心了 让对方陪你聊天喝酒 或者你平时没事也可以找对方帮个小忙 遇到头疼的事情 多问问他的看法 让他给你多出出主意 你得让他知道 你平时不开心或者是难解决的事情 都喜欢自己消化 但是因为信任他 所以你愿意把自己脆弱的一面 暴露在他的面前 侧面提醒他 他对你来讲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 第三点就是聊天测试对方感觉 不管你和女生之前 有没有聊过一些比较深入的情感话题 这个时候要想升级关系 一定要通过一些暧昧的方式去试探一下对方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聊天来测试 比如发一些擦边球的暧昧表情包 看女生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如果女生也用同样暧昧的表情包来回应你 那说明她对你还是蛮感兴趣的 NICE 见面聊天的话 我们也可以制造一些暧昧的情境 聊一些暧昧的话题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聊的话 也可以来找褚儿聊聊嘛 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跟女生聊天的150个话题哦 第四个呢就是进一步拉近关系 适当的肢体接触啊 是拉近彼此关系的力气 如果你们是关系不错的朋友的话 那在见面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开玩笑的 去捏捏对方的胳膊呀 哎呀都是不见 肉长的不少呀 一起去玩的时候呀 你向别人介绍她 或者是逛马路 去到人比较多的地方呢 也可以很自然的 去搭着她的肩膀 天冷的时候啊 你就把你的衣服或者是围巾 披在她的身上 围在她的脖子上 嘱咐她 说好别感冒呀 吃饭的时候呢 你看她的嘴角有翻力 或者是脏的东西 也可以帮她擦掉 这些举动啊 都会让她觉得 虽然你们是好兄弟 但是好像隐隐约约 哎又有那么一些暧昧的情绪 在你们周围蔓延 其实啊 从好朋友发展成为 恋人的情侣也不少 朋友之间的相处呢 会为你们这段感情 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你们对彼此的性格喜好 都一清二楚 一个眼神 你就知道 对方在想什么 这种默契是很难得的 一见钟情是爱 日久生情也是爱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 属于自己的真爱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晚会方面的 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FT668 我来帮助你哦